第二個函數叫raw 首先的話呢 column column就是欄 第幾欄 比如說這個決定是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意思類推 如果說我要增加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這邊可以先給他一個叫column 那這邊的話我想你們先 把優標換A3 找一下全部裡面 cHitle column 往下找 column 這個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那我對應到的參考的 儲存格我用A3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用選的 選A3 OK A3目前是多少 是1 所以按確定之後 那如果你往右填滿的話 它自動呢 就會自動變成 B3 C3 那對應到因為column呢 只會去 處理什麼呢 處理藍的部分 列它不管 它只處理藍 那C剛好是第三藍 所以顯示出來就會是3 以此類推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往下填滿 還必須怎麼樣呢 假設我今天往下填滿 我必須再增加什麼 後面再加上什麼呢 比如說呢加上7的倍數 7的倍數 比如說1的話呢 要再加7就變8 然後下面這個的話呢 再加14 所以就變15 依此類推 那用什麼方式 可以往右 往下 一氣合成 全部自動填滿呢 特別注意喔 我可以在後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 一個Raw 所以自己打上去 Raw Raw 刮弧 那Raw的話呢 同樣 我也以A3當基準好了 A3 所以這邊我直接輸入A3好了 刮弧 那目前呢 A3是第幾列呢 第三列 那Raw呢 只看後面列號 不管藍 第幾藍 所以呢 現在RawA3的話呢 它現在就是3 就第三列的意思 那第三列喔 我要乘以 將來是乘以7嘛 7的倍數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 第三列 要不要加7 的倍數 不要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它先減掉3 先把它減掉 然後呢 先減 因為 要先把它減掉 才能去乘7嘛 所以呢 我要在Raw的前後 加一個刮弧 先減掉 再乘7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在第四列 比如說我現在 放下一列對不對 4-3 就變1嘛 1乘上7 就是7的倍數 5的話 5-3 有沒有 再變14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打勾 打勾之後我們來試試看喔 往右 往下 你會發現 剛好 就會是 我們要的結果 他剛好 往右 往右的話是 根據Column 往下的話呢 根據Raw的倍數 如果是第三 就不要 7的倍數 以下都一樣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這個部分之後的話 再來呢 我要能夠怎麼樣呢 知道說 比如說呢 2012年的2月 他應該在哪一個位置上面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各位先試試看一下這部分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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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